大家好,我是Joyce,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這次回來台灣,我發現台灣有很多很不錯的咖啡廳 所以今天我想要介紹幾間不限時有提供WiFi 有提供插座的咖啡廳給大家 而且這幾間咖啡廳都是在捷運站附近 步行就可以到的地方,很方便 如果你對今天的內容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吧 今天我們來到的鴨翅二一次就鼓奧 兩次都是雙細胸 今天我們來到宗山站 要去的咖啡廳叫角搜ded咖啡 它是位於中山站6號出口 大概不時10分鐘的距離 還蠻方便的 那在網路上很多部落客都有推薦 而且它的評價也還不錯 那我們現在就往這邊出發吧 角公園咖啡是在這棟老屋的二樓 角公園咖啡位於二樓 走上這個窄窄的樓梯就到了 樓梯旁以及店裡都有很多很可愛的小植物 然後吧檯的擺設是走復古風 那個冰箱讓我想起小時候的家 這裡有賣咖啡、有茶、有甜點 那一個人低消是要點一杯飲料 如果你加購甜點的話可以限制20元 因為這裡有提供免費的Wi-Fi 它的密碼都寫在這個Menu上面 人家店是很開放式的 空間很寬敞 這種老屋的風格非常對我的胃口 黃黃的燈光讓整間店感覺起來很溫暖 點了這個算是他們的招牌 叫做角咖啡 它是用咖啡冰磚 然後附給你牛奶 你自己可以調咖啡的濃度 我覺得裝角咖啡的容器還蠻特別的 它是用一個很像紅酒用的高角杯 裡面放咖啡冰磚 然後加上一個很像在實驗室出現的容器 來裝牛奶 那你可以自己把牛奶加進去 調整咖啡跟牛奶的濃度 我覺得做得很有趣 你不要裝到第二首 這個是鐵瓜硬水果茶 然後這個茶葉是炸貓夫的茶葉 那可以打開 就可以聞到它的香味真的很香 然後這個茶的特別是它可以一茶兩喝 它第一泡茶就是這一個 它就是喝它的原味的茶葉 然後第二泡茶它把泡茶吃水果茶 那今天裡面的話是 蘋果跟鳳梨 對 然後這邊有附兩個杯子 這個是可以讓你喝第一泡茶的時候喝的 那這個可以讓你喝水果茶喝的 然後裡面的水果也很吸引 都可以拿起來吃 嗯很清香 你要不要看看 好 它不會太濃 然後就是一股清香味 我覺得很棒耶 還有一點餘韻喝完之後 對 有那個餘韻出來 有點桂桿的感覺 然後我們還點了一個茶的戚風蛋糕 還有一個鹹派 吃清香味 然後可以煮臀香味 然後就是一盅 加熱水果汁 然後在酱風臉鮮你下廚 加熱水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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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入喉的時候咖啡味沒有很濃 所以如果你是那種很喜歡很重的咖啡 這可能就是不是非常適合你 但是如果你喜歡那種淡淡的咖啡香啊 這一杯還不錯 鹹怕還不錯 裡面有蒸蛋的口感 搭配馬鈴薯整個很香 但如果塔皮可以再酥一點應該會更好吃 這個茶戚風蛋糕也不錯 很綿密 但我個人喜歡茶味濃一點的 這個茶味有點小小的偏淡 我們今天要去的這家咖啡廳呢 叫做Coffee Underwater 在網路上有人把它的名字翻成沉入水下喝咖啡 我覺得翻得很美很有意境 那這家咖啡廳呢 它是在南京復興捷運站 一號出口 走到這家咖啡廳大概不到十分鐘的路程 那我們現在往這邊出發吧 Coffee Underwater的招牌很漂亮 它是藍色的底 然後上面呢有海浪的線條 跟一個很像海神沙的叉子 整個就很符合它名字的體積 聽說這裡的咖啡很特別 也還不錯 那我們進去看看吧 Coffee Underwater的招牌 以及外觀都很讓人喜歡 走進去就會先看到吧塔 以及牆上手繪的Menu 它的空間跟配色很舒服 不會讓人覺得擁擠或壓迫 整個走的是有點奢華 但又低調的感覺 這裡呢是以藍色為主題 就讓你有一種很像在大海裡喝咖啡的感覺 而且它的Menu上啊 又有一些海浪的圖案 所以整個主題性很強 空間很寬敞很舒適 坐在裡面呢覺得還蠻舒服 它Menu上除了有一些基本的 像是美式啊拿鐵摩卡之類的 它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 像是擦咖啡啊 然後我剛才看到一個 裡面有加小黃瓜的 我覺得很酷 這裡有提供Wi-Fi 它有提供插座又基本上不限時 所以很適合來這邊辦公啊 或是只是想來這邊聊天 喝咖啡或者是放紅 我覺得倒還不錯 我練的這杯是髒髒的 然後它是以拿鐵為基底 那我覺得很特別是它的黑咖啡的味道 會再比一般的那種就是拿鐵會再更濃一些 然後喝起來很就是滑順 對比一般的拿鐵喝起來再更滑順 然後它喝完進去的時候 一開始是會有那個很香的咖啡味 呼呼的那樣子 但是過了之後 過了一下會有一點回甘的感覺 然後再過了後面後半的那種 牛奶的香味 會在你嘴巴裡留在那裡放 我點的這一杯叫做 Amber 琥珀 它有三個漸層 最下面呢它是茶 這是一杯茶咖啡 然後中間這個是牛奶 最上面才是咖啡 它建議喝的時候呢要攪拌一下 這一杯剛才那一杯漿糟 感覺差很多 這一杯非常的清淡 就像剛才那一杯就是比較濃厚 這一杯很適合夏天喝 因為它又是冰的 又比較清爽型 所以喝起來就很舒服 那它的基底呢是伯爵茶 所以入口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 一個伯爵的香味 它的豆子呢 是伊索比亞隨喜式的單品豆 那喝起來呢 你可以感覺到一點點 檸檬跟柑橘的味道 搭配伯爵茶 就有一種凸顯它果香的感覺 我覺得很不錯 我很喜歡 後來我們換座位到沙發區 整片的落地窗 帶進明亮的光線 好美好chill 我覺得我可以在這邊做一整個下午 我們剛才喝完那一家 Coffee Underwater 我們兩個都非常喜歡那一間咖啡廳 像我個人呢 覺得它 我點的那一杯 Amber 茶咖啡 我覺得很好喝 它就是 就算最後它冰塊融化了 但是它的茶香啊 還是很香 然後還有一點淡淡的咖啡香 我覺得很不錯 那你點的是 髒髒 對 然後我覺得髒髒真的是非常合我的胃口 因為它的咖啡味很濃 然後除此之外它的那個 奶味的香氣也很足夠 那喝下去的時候是非常滑順的 我覺得就是非常的棒 那這一家呢 它主要是以藍色為主 然後整間就是有一種大海的感覺 而且呢 就是它是有一種 淡淡的高級感 但是又很低調 我覺得很適合沉澱心情啊 或是你在裡面 專心用電腦啊 讀書我覺得 都還蠻好的 對 那你就是 給這間咖啡店幾顆心 我給它五顆心滿分 滿分是五分 對 你給幾顆 我給它五點五分 很喜歡耶 很喜歡 就是這間店一定會來 而且我們這次沒有吃到那個 伯爵 不是伯爵 對 是Cheesecake 對 因為它有名的是Cheesecake 對 就是網路上很多人都推薦 對 我們剛剛看到它的冰箱裡面 成列蠻多的 可是我們等一下要吃午餐 所以就沒有點 很可惜 下次來會點這樣 對 現在我們要從這邊離開 去另外一家咖啡廳 叫做Remember Me 記得我咖啡 那邊有鹹食 有甜食 還有咖啡 所以我們會在那邊順便吃午餐 記得我咖啡呢 是在開啡小巨蛋1號出口附近 走路八分鐘就到了 記得我咖啡有一個小戶外座位區 這個小小的戶外區很漂亮 有紅磚牆及一些綠色的植物 而且上面有透明的遮蔽物 就算下小雨也可以坐在這 室內是走一個工業風的設計 也有一面紅磚牆 搭配手鞋的黑板Menu 帶來一些溫暖溫馨的感覺 我們點了兩個義大利麵 都蠻好吃的 口味很濃郁 份量也很足夠 這邊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咖啡 像是這個可樂咖啡 還有這個鳳凰咖啡 它裡面應該是有加鳳鳴的果醬 還蠻酷的 這裡除了咖啡之外 還有茶、果汁 還有賣一些啤酒 我點的這一杯是熱的 叫做紀德舞咖啡 它上面是有黑糖、可可粉、砂糖 然後下去炙燒 所以會有一種焦糖的感覺 我點的這邊叫做東城咖啡 那它的話也是這支黑咖啡 然後加上英國百年的果醬 跟柳橙 這個味道有一點很難形容 就是咖啡味有點被柳橙的味道壓過去 所以它是柳橙的味道比較重 對 然後就是喝起來就很強的 吃到苦苦的柳橙的那種感覺 好 那你有嘗到果醬的味道嗎 果醬味道反而沒 就是留著會很重 OK 就 還 可以 我的這一杯呢 上面呢還可以當甜點這樣吃 我先試試看 可是我也先來泡 苦甜苦甜的 因為這個苦甜是可可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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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喝 我看它倒出來 我覺得它咖啡味沒有很濃 它的奶味比較濃 所以喝起來有點像 巧克力牛奶的感覺 如果你點熱的咖啡啊 它好像都會附一個這樣的小紙條給你 我們來看看紙條裡面寫了些什麼 啊好可愛喔 我的鞋子 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右下角的微笑送給你 所以這裡有一個微笑 好有溫度的一杯咖啡喔 就是你看了就真的會讓你溫暖的感覺 對 我會不會是吃的苦中苦半味的傷害 怎麼樣 我還寫很多欸 他寫很多喔 你看一下 欸很多欸 太多了 擁抱什麼 擁抱後我們會分離 請你一定要繼續前行 其他的你們就自己唸吧 但一定會溫柔的 但一定也會有溫柔的風景 嗯好 我們去了三家咖啡廳 第一家叫做角公園咖啡 第二家叫Coffee Underwater 然後現在這一家第三家叫記得我 Remember Me咖啡 那每一家呢 的特色都很一樣 你覺得第一家 你最喜歡哪一個點 第一家的點 我最喜歡 我點的水果茶 因為他的 茶真的是可以兩喝兩用 然後他的那個茶的香氣 第一泡香氣真的是很香 然後再來就是 喝的時候也很順口 很澀 然後他的水果茶也是我喝過 排名應該有到前兩名幾 的水果茶 然後我個人第一家 我是喜歡他 咖啡橙色的方式 他給你的時候 就是給一個高腳杯 然後加上一個像 實驗室出現的一個 熔杯的一個容器 那你可以調整自己 咖啡的濃度 我覺得整個過程還蠻有趣的 對 那第二家的話 Coffee Underwater的話 你最喜歡他哪裡 全部 我真的很喜歡那一家 他是走一個低調奢華的感覺 然後走進去你就有一種 蠻高級的喔 可是他的CP值還蠻高的 像他一杯拿鐵才八十塊 然後他是在台北小巨蛋 不是 南京復興附近 所以我覺得他的價錢很OK 對 然後 就是如果想要真的喝 比較單純咖啡 比較喜歡單純咖啡味道的話 就是到那一間 他那一間的話 他有就是也蠻多不同種類的咖啡 可是他的咖啡味 都不會被其他的配角給蓋掉 對 就是雖然他有一點特調的感覺 但是你還是可以喝到 咖啡原本最純粹的味道 對 然後他 我們兩個都很喜歡那一間 對 然後第三間就是這一間 Remember Me 不知道是因為我們肚子很餓的關係 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他的義大利麵很好吃 好好吃 對 分量也蠻大的 我們兩個都很喜歡我們今天點的麵 對 然後我們點的咖啡的話 我覺得有一點被他的配角 因為我們兩個今天點的不是純粹的咖啡 我們是點比較特調的部分 所以像我的話 就喝起來 會有顆顆粉的味道蓋過去了 我覺得就是 如果你想要點一些比較 咖啡原本的樣子的話 可以試試看他其他的品項這樣 就是可以點他的可能 純的拿鐵或是義式咖啡 對 可能可以嘗到咖啡原本的味道 對 因為我是今天喝的就是也是 咖啡味蠻淡的 就只有酷酷的 他沒有喝到咖啡 他的香氣 那都被他的可能就是一些 六成的脂肪 對 就是被蓋掉啊 OK 可是這三間都各有各的特色 在這邊分享給你們 那如果你喜歡這一支 這種類似這種型態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就可以趁我在台灣的時候 再多拍幾支這樣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別忘了幫我按讚 分享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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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